这个也是我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十方 这个十方是因为我们从大鼠节气开始 就要进入我们今年养生的第四个阶段了 每一年的养生 古人是分五蕴六气的 五蕴就是把一年分成五个蕴 而六气是把一年分成六个气 这里面有非常大的讲究 五蕴指的是天体对我们的理想 天上的五大行星 还有日月 所有的这些星辰对我们的影响 而六气呢 指的是地对我们的影响 那我们现在讲六气 一年呢分为六个阶段 每个阶段是差不多是两个月 那我们从大鼠节气开始 就进入今年的第四个阶段 也就是第四气的阶段 这个阶段呢 是从大鼠 今年的大鼠到今年的秋婚节气之前 它持续一共是62天 这62天呢 要记住 每一年的六气 每一个阶段 它都是不一样的 不是每年都相同 比如说去年的第四气的阶段 前年的第四气的阶段 都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喝桂花梗梗梗粉 今年本来我们是以去湿热为主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顺时生活的人呢 我们从年初开始 就每天都在喝全年的去湿粥 也就是连起顺湿粥 那么在每一期阶段呢 我们也在不断地顺湿调养 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 小鼠大鼠节气 我们也不断地在做我们去湿热的功课 到这个时间来说呢 我们就不仅要去湿热了 我们还要给自己的身体养阴养阴了 所以我们要用到葛根粉 葛根粉我讲过 它是生津的 它是润燥的 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 哎呀我湿气重 是不是我就不要润燥啊 我就不要去吃这种补水的食物 错 湿和水是两回事 我打个比方 你家里的那个矿泉水 它是好水 但是外面下雨 下下来的这个 它是什么 现在的空气污染很严重 它落到地上变成泥水 是不是 这个就叫脏水 坏水 湿气呢 其实在我们体内 它就是一个坏水 而我们的身体呢 很可能很多人存在这样的状态 就是明明觉得自己湿气很重 但是每天还口干舌燥的 有没有这种人 很多人是这样的情况 那是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明 你身体内湿气很多 这是坏水很多 但同时呢 你还缺乏好水 所以你会觉得口干舌燥 湿气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往下走 往下流 就是水往低处流嘛 所以人体的湿气呢 它如果你感受湿气呢 可能是先从上部感受 但是慢慢的 它就会往下走 最终呢 它会盘踞在我们的下胶系统 也就是我们肚子的这一块 湿气会非常的重 但是呢 我们身体的上半部分呢 往往呢 水液代谢还上不来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呢 口干舌燥 所以一个人会出现 口干舌燥 同时呢 肚子这里 脾胃这里 湿气又很重的情况 这个呢 就像一个国家一样 北方很干旱 南方能发大水 所以这是同时存在的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们一边去湿气 一边呢 补好水 去除坏水 补充好水 所以现在 现在我们呢 用这个葛根粉 就是来帮我们补充好水 那么很多的朋友呢 在留言中 问道 乳腺增生 可以吃葛根粉吗 吃可以的 放心的 那么呢 下一个问题就是 有的朋友说 胃寒能吃吗 胃寒能不能吃呢 首先第一 葛根粉是偏良性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建议你们 喝葛根粉的时候 要配上桂花 桂花呢 这个是桂花 桂花它就是一个温性的了 它是调理胃寒的 所以如果说 有的朋友胃寒的话 你完全是可以 喝桂花茶来暖胃的 而我们喝葛根粉的时候呢 一个比较标准的搭配 就是加入桂花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用它 来进行一个温良的平衡 葛根粉的良性 用桂花的温性 来进行平衡 这样一来呢 就比较平和了 各种体质都可以吃 还有一个问题说 是子宫肌瘤能吃吗 其实这个是跟 乳腺增生是一样的 其实一个女性 如果她上面乳腺有增生 往往下面子宫也容易有肌瘤 或者有暖肠忙足 这个是一体的 那这样的一个一体呢 我们其实调理的机制 也是一样的疏干离气活血化晕 葛根粉可不可以吃 可以 因为我刚才讲了 它是植物性的一个 类似激素的成分 它是非常安全的 我们身体会根据需要 来对它进行消化吸收 所以如前增生可以吃 子宫肌瘤的 你也是可以吃的 不必担心 前面关于葛根粉呢 很多朋友可能是非常喜欢吃葛根粉 但是又很顾虑 所以还问了一个甲状腺解解 也能否吃啊 其实也都是可以吃的 就是一样的 好吗 大家不用担心 我给它 这个桂花葛根粉呢 如果你要想泡的好吃呢 就是先用蜂蜜来腌制这个桂花 我一般呢都会这样啊 就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这个蜂蜜 当你已经都吃掉一部分以后 像这样 已经不是满平了对吗 我就会直接把这个桂花放进去 让它腌制着 这样泡着 泡着以后呢 泡上饮 泡个半天也可以 泡几天也可以 没有关系 让它泡透了以后呢 再把这个桂花和蜂蜜呢 捞出来 用废水来冲泡它 冲泡之后呢 你滤出这个桂花茶饮 滤出来以后把它晾凉 晾凉以后呢 再用它来冲这个葛根粉 这是桂花蜂蜜水 那么你可以滤出桂花 如果你喜欢吃桂花 你可以保留 然后这个水是凉的 你就用它来调这个桂根粉 对的 对 桂根粉呢 你用一点点凉的这个茶汁来调就可以了 把它调稀 调稀了以后呢 你再烧一壶开水 用这个废水去冲泡它 冲泡之后呢 它就会形成一个透明状 这个时候呢 就非常的清香 因为有桂花的香味 又有蜂蜜的甜味 再加上桂根本身的这种回甘和清凉 喝起来呢 是非常的舒服 这里呢 我也要提醒一下 像这种呢 就是不是非常的成功 原因是因为呢 它有点发白了 说明你们的水不够沸腾 或者是水太少了 桂根粉太多了 因此呢 它就不是很熟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也非常简单 你回一下锅就可以了 把它放到锅里 再把它煮开 它变成透明状 你就可以吃了 当然这样生的 其实也可以吃啊 也没有什么多大关系 我跟大家实际上我们真正在喝这桂花梗梗粉的时候 你不要吝惜抓一大把枸杞放进去 因为枸杞这样东西呢 其实吃的少了效果是不佳的 很多人都以为枸杞呢 很薄 是的 它是很薄 它补干又补肾 但是你要记住 它其实是一个食物 它只是一个干果 你不要以为吃几粒 它就能够起到神奇的作用 枸杞它的确是可以抗衰老 补肾非常好 但你一定要多吃 你把它当成食物 当成干果来 一把一把地吃 这样才有更好的效果 看一下 这是没有调 调那个水以后的枸杞 它的颜色呢 其实是比较发暗的 这才是呢 真正的来说 它是没有用过留的枸杞 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这是自然干燥过的颜色 大家一定要记住 往往呢 天然的食材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可以推而广之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你看起来非常光鲜亮丽的 外表过于好看的 往往呢 它不见得是最好的 还有可能是经过人工造假的 或者是加工的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 看到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天然的东西 往往它没那么好看 它比较质朴 它的颜色比较的暗淡 所以我们在吃 特别是在食材的时候 真的你是不能够 光是以外貌来去